毛老师所长,欢迎大家收看每期视频,我是正好 那本期视频里面呢,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一个学生的案例啊 这个学生的案例主要涉及到G-Man 最近啊,进来了不少咨询的学生 哎呀,哭天喊娘啊 就觉得这个G-Man考不出来 或者G-E考不出来 正好,其实我非常非常的认可 或者同意大家的说法 这事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我不想给大家制造焦虑 有些人甚至中介跟学生说 你是蠢吗你,你680都考不出来 就是这般 你看看我们的学生都考700寸 什么,G-E330都考不出来 你们家孩子没人学吧 你看,学的像吧,口味 哟,王婶 怎么搞的,这么长时间了 都学不出来 你学不出来我们中介可没法给大家的分数深 张老师学的像了 见多了 但是孩子们啊,家长们 不服您上 好吧 各位家长不服的,你可以去试一试 这东西 有些家长说 我都什么岁数了 我什么时代人了 我又不考试 我又不上学 我去试他干嘛 既然您都试不了 听长老师说两句中肯的话 G-E330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考试 学生要想考了680 700分 都不是八一层皮了 八好几次皮 非常的 对英语语言的能力 对数学能力 对逻辑分析的能力 要求非常高 那些商界平均的录取 我们在讨论 我们大家在看我们的视频 这是在 我们在讨论这世界上 算是最牛逼的一个 这些大学了吧 商学院管理学院是 这些大学里面 算是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学院了吧 张老师给自己说话都留着余地呢 中国人考G-MAT 难道就中国人考G-MAT吗 你看看这帮印度人 那跟发了疯似的 全世界都考G-MAT 美国人都考G-MAT 印度人也考G-E 美国人考G-E 全世界都在竞争这个分数 全世界都在竞争这个分数 而且这个考试还不像托福雅思似的 你会就是会语言 不会就是不会 他其实考得非常复杂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最近有些学生 张老师把我自己带的学生也是极度的痛苦 一考考五百多分 一考考六百一二十二三十的 我理解 不要放弃 不要气雷 好好去努力 就跟这个学生的案例就说了 是的 G-MAT刚考了一次 只考了六百分 他多次模拟都感觉能考六百六六百八 没关系 就再去试 继续努力 继续去试 人生就这样 你本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转折点 本来G-MAT之二一成绩 就是在申请研究生过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因素 你又不是没本毕业的 没本毕业的 你可能还可以一定情况下 很多项目可以豁免你的G-MAT之二一成绩 你既然当年年轻的时候 没有铺这条路 没有在美国本科读的本科 那你现在又想来上 那不好意思 你只有考试 没本来 其实你要想竞争好的大学 顶尖的商区 你也得考试 也得考试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大家千万不要有压力 或者说有压力 可以有点压力 要把压力变成动力 但是不要有焦虑 不是谁都能考的700多分的 刘老师这边考了将近满分 很多学生见过刘老师 刘老师G-MAT将近考了 将近 G-MAT满分800分 刘老师将近考到了满分 超越了所有世界上的商区院的平均的 刘老师的G-MAT超越了所有的世界上的商区院和关键区院的平均录取分数 刘老师也是我人生中见过最聪明的一个人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刘老师 我跟刘老师交流的时候 我每天跟刘老师交流的时候 我感觉我蠢得一塌不住 我看刘老师在这个地方写那些数学的时候 我张老师拿过来 我一看跟天文似的 跟天文似的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他当年复出了呀 他现在毕业于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商区院 他当年复出了呀 你想今天刘老师跟我带了这么大一个摊子 这么多成员 这么多教辅老师 这么多服务于这么多学生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向刘老师考将近满分的成绩的 我理解 他基本上达到了稍微的快 我估计都那一届中国人考的分数 我基本上前几个我感觉都是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他是我建国最聪明的一个人 但这事你没必要有焦虑 不是所有人都是他那样的人的 考试也不是检验一个人才的唯一的办法 这卖的基本上650 680 700 这三个比较大的考 同比你换过来GRE也通话到了 GRE基本上就320 330 这两个考 好吧 大家好好努力就行了 现在不是才11月初吗 10月刚刚过去的两天 挺好的 有的是时间 有些商务院管理商务院不像其他选 商务院管理券有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基本上现在有些大决 第一轮都1月底才结智呢 有的大决好一点大决 第一轮 第二轮1月底结智 有的是时间 大家好好去考 书山有路 秦伟进 学海乌鸦库作舟啊 功夫定不负有心人 功夫定不负有心人 只要大家努力了 真的是一分更运 一分收获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好吧 我每周五个打个免费的资金车 或是它关于自己的股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